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旧约 许多宝贵的人生的经验里面 他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真言的教训 可以今天在几千年之后 仍然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可以有所思想 有所应用 感谢神 让我们继续来从真言里面来学习 真言十九章 一到十七节 行为纯正的贫穷人 胜过乖谬余望的富族人 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 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 人的愚昧轻败他的道 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 财务使朋友增多 但穷人朋友远离 作假见证的 必不免受罚 吐出谎言的 终不能逃脱 好失散的 有多人求他的恩情 爱送礼的 人都为他的朋友 贫穷人 弟兄都恨他 何况他的朋友 更远离他 他用言语追随 他们却走了 得着智慧的 爱惜生命 保守聪明的 必得好处 作假见证的 不免受罚 吐出谎言的 也必灭亡 愚昧人 艳乐度日是不合宜的 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 人有见识 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 便是自己的荣耀 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 他的恩典 却如草上的甘露 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 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 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 唯有贤惠的妻 是耶和华所赐的 懒惰使人沉睡 懈怠的人必受饥饿 谨守借命的 保全生命 轻忽己路的 必至死亡 怜悯贫穷的 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 耶和华必偿还 感谢主 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真言 总共有三十一章左右的 那每一章里面这些的真言的收集 都是比较断断续续的 比如说一章里面 它可以说是有很多很多不同不同的主题 一样子的一种的一种收集 所以它不是每一节每一节 彼此之间都一定有很有关系的 那它就是一种格言的一个收集 我相信在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 特别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有不同的族群里面 就像我是客家人 我们也有很多客家的谚语 这些的谚语 也都是我们的先民人 他们的这种生活经验里面 很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比如我们中国人说的 好汉不吃眼前亏 好 类似这些话 那同样圣经里面也是一样 犹太人他们几千年的生活的智慧的理念 那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特别的宝贵呢 因为他们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 上帝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 常常在他们生意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们是一个敬畏上帝 就像我们中国人敬畏上帝的这样一个族群 所以从他们的真言里面 我们所得到的那样子的一个教训 我想是一个更可以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所以在这里第二节里面 他说 心无知识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做 这里告诉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面 我们要有我们所做这样事情的一些的知识 这些知识是每一种层面的知识里面 我们说它是一种专业的知识 所以圣经里面它并不是否定了许许多多专业的知识 他仍然要肯定我们要追求要装备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好好建筑师 你一定要有有关于建筑方面 土木方面的很多专业的知识 我们要好好的去吸收 好好的去追求 让我们成为一个非常棒 非常杰出的一个专业的 一个能够造福人群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师 所以都需要他的专业 那在这里面我就思想到 我们在传福音上面 我们每一个牧师传道 每一个上帝的儿女 我们在传福音上面 我们也有我们的装备 我们也要有我们的专业的知识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传福音上面 我们知识不够的话 这是不美的 那下面说的是什么呢 脚步极快的呢 难免犯罪 好 那我们的专业是什么呢 当然是对上帝话语真理的一个认识 另外一个专业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对我们所要传扬福音 给我们的福音朋友们 他们的背景 他们的价值观如何 他们的世界观如何 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如何 他们在接受这个福音上面 有没有一些困难 有没有一些需要等候的地方 我们都要能够有一个知己知彼 有一个设身处地 所以圣经有另外一处经文说 有智慧的才能够得人 那我们不要超之过急 我想我们要让我们的福音朋友 我们要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这是人生的大事啊 他要转变他的信仰 转变他的价值观 人生观 转变他对整个生命的一个投资 这个事情 我想可能需要花多少时间来考量 可能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 都值得我们来做样子考量 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上面 我们能不能等候 那我们能不能尊重 我们能不能体谅 我们跟他们做朋友 然后我们不超之过急 那我们彼此来勉励 只要我们有心 我们有心耕耘 我相信时候到了 我们就等候这些 我们的福音朋友们 他们可以自然地成熟 自然地长成 好 感谢上帝 好 接下来 圣经里面 也非常的现实地 实际地提到了什么问题呢 就提到有关于贫穷跟富足的问题 就是富足的人 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富足的人 那一个贫穷的人 他可以怎么样做一个贫穷的人 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 让我们这当中学习 我们怎么做一个穷人 好 我们来看 第一节这里说 行为纯正的贫穷人 胜过乖谬 欲望的富足人 好 这里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是一个贫穷的 如果我们的经济条件不是太好的 我们不需要去羡慕那些什么富足的人 这里说 如果我们贫穷 可是我们行为纯正 我们有气质 我们有品格 那我们比那种 这个像是爆发富也好 像那种富足 可是却非常的嚣张 可是富足呢 却很没有气质 我们说可能就是这个 仗着他富足 他就是随便的乱花钱 那看人不起 上帝的话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果贫穷 可是如果我们有 有节操 我们有品格 我们有志气 我们有骨气 上帝看我们比那些 富而无理的人好多了 所以我们要看得起自己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各方面条件比别人差 我们仍然可以活得出 在上帝眼中 被上帝看为 我们比那些物质富足的人 还要富足 是不是如此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有关相关的经文 第七节 这里说 贫穷人 弟兄都恨他 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 他用言语追随 他们却走了 好 第七节这里讲 好像是对贫穷的一种的讽刺 或是对贫穷的一种看清 我相信从上校经文来讲 不是如此的 也就是说 贫穷的人 我们要有一个什么 我们要有一个自知之明 我们有一个自知之明 就是我们 我们相信贫穷 可能这个世界人 是比较看不起的 比较会轻看你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自知之明 我们可以接受 世人对我们的看法 但是我们没有失去 我们的自弃 我们没有失去 我们仍然过一个 行为纯正的一个生活 也就是说 我们贫穷 我们需要有一个 一个什么态度 就是说 我不要去逢淫 我不要去巴结 我不要去高攀 我知道我 我的身份跟地业 我不要去跟随着那一些 有钱人在那边 稀里哗啦的 跟着他们的步调跑的话 你会很辛苦的 你跟到最后的话 人家会看不起你的 为什么 你打中眼冲胖子 你没有必要去 跟他们过这样的生活 也就是我们需要做的是 我们知道我们的分量 我们知道我们的精量 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不要做我们能力 所不及的 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最终 我们会带来的是什么 可能带来就是羞辱 就像这里说 那贫穷的 如果我们 我们过分的 我们月份的 我们做过的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人家讨厌你 我们干嘛要让人讨厌 我们去找 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 是不是 跟我们生活水平一样的 我们可以当他们在一起 我们要做的是 可以让人 虽然我们穷 可是我们仍然要让人 看得起我们 是不是如此 我们彼此勉励 我们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 今天再一次 从真言的理念 告诉我们 我们要在 每一个我们所从事的世上 我们要有充实 我们的专业的知识 若是没有知识 我们是不好的 是不对的 主要也让我们学习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主啊 即使我们的生活水平 不是比别人高 我们的经济能力 没有比别人好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 知足常乐 我们仍然可以 随遇而安 甚至我们可以 没有那么大的欲求的时候 欲望的时候 我们上 我们古圣先前说 我们的品格 我们的品性 就自然就清高了 谢谢你 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守住 我们自己的位分 我们知道 我们富足的时候 该怎么过富足的生活 我们贫穷缺乏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怎么过这样的生活 谢谢你 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